嘿 大家好 我是Simon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最近的多伦多房源真的太紧俏了 二手房真的这个价格是一波一波往上冲 在Augville这个地方呢 它的单车库独立屋已经到了180万 这种三米里的已经是160万左右了 所以说大家如果预算有限可以买哪里呢 然后大家又喜欢这种 华裔人口可能稍微少一点 然后各种族裔比较mix的社区 然后地又要大一点的 然后学区好一点的 Augville的Evroquest Ridge South 是一个大家非常好的选择 最近我帮客户在这个区域里面 买了一块这种的Bungalow的地 这个其实是一个叫做BuySplit的一个房型 就是后腹式的 最后我们买下的价钱才是134万 相对来说就等于是一个Townhouse的价格了 而且它占地还挺大的 是57尺乘以110尺 如果大家在预算有限制条件下又想住detach home 那这个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好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看这种后腹式的房型吧 好大家看呢 门口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红封 之前的业主在这坐也把整个房子收拾一下 包括他的前脸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我们现在把镜头转过去看看后面的这种老房子啊 大家可以这个外墙呢 他们就基本上都是一种老的红砖啊 或者是会比较难看 然后这个业主呢是把整个前脸的这个砖头呢用stucco覆盖了 然后呃加了一些这种把屋顶都换过了 然后旁边做了一些绿植 进来这边以后呢 他是其实是呃之前业主在这边加了一个extension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个防风的一个效果 在这换鞋啊 把一些东西都可以堆在这门口这里 然后我们再进来以后 因为是个后腹式 他的这个挫层可能会有挫开几层了 其实是他挫开了大概是有三四个level的 像我们其实在他组成组成这边的就是一个 这边是一个客厅客厅有非常大的窗户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地的宽度是有那么四十五尺以上的 都会在这里一个客厅里有个非常大的朝外面的窗户 我们现在这个落的是呃北正门朝北后院朝南的 所以说这边的光线呢也还是不错 因为整个offerville的房子呢是有是其实是有一定的角度的 并不是一种正南正北的方向 老房子没有办法complain啊楼这楼顶是八尺的 他就他们就不存在这种九尺楼顶了 然后再进来走一点 这个是一个开场的啊 一个叫做餐厅 餐厅是放在这边 然后他这边和任何通过来以后 再往这边走呢 这个他的hallway的另外一侧呢是他的厨房啊 一个非常呃独立的空间啊 其实这个地方呢大概还可以放一个呃早餐桌 然后在厨房这边有个侧门可以是通到后院的 这个厨房没有做装修 但是电器应该是近几年更换过了啊 他的白色电器应该是整个挪到了这个呃他的地下室 因为他地下室是整个完成的是另外一个separate的apartment 现在在多伦多的这个房价来说啊 像我们一百三十多万能买到一个这样的独立屋 真的是啊非常难得了 像现在townhouse alcable townhouse基本上是你要花一百三十多万才能在alcable 买到一个比较新的townhouse 所以说我们用townhouse的价格买一个独立屋 而且是那么大的地块 这个附近的学区呢其实也相当不错的 他的高中是eurocrestridge的这个高中啊 他小学呢啊 Foggerwood小学可能排名差一点 但是他的法语小学month的这个是排名是比较靠前的 所以大家小孩是读法语学校的呢 所以真正考虑这个房子和地区啊 这里是他的主卧了啊 他的upper level 因为他是一个后户式的吧 所以他是属于上的那层 我们叫的upper level 总共是有三个卧室有一个洗手间的 通常我们在这种老房子 后妇室啊 侧妇室最大问题是他的洗手间不够 但是这个房子因为之前的业主做过装修呢 他是其实是多加了几个厕所的 所以整个房子应该是有三个厕所 这其中的在upper level的一个 他是有自己的领域浴缸啊 然后重新把这个vanity做了这个double sink 两个洗手盆的 然后这边才加了一个门 把这个门关上呢可以大家三个房间一起使用 如果你家里没有其他两个房间不住人 但是新的呢 可能窗台可能回到这个的高度 整个采光会更加好一点 这个ceiling也会高一些 但是130多万 真的我是没有办法去complain任何东西 真的是还是挺值的 而且这个d块最重要是57十块呢 以后将来的话 再有这个翻盖的需要 因为这个附近 另外一个社区叫East Lake 已经开始翻盖了 慢慢再往北扩的话 我相信East Lake这边呢大地块的房子也会出现很多翻盖的这个项目 好这是另外一个第三个卧室了 其实卧室的尺寸说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这种投资的物业来说 整个房子的condition是非常好的 像这种房子的奥克比尔出租呢 应该相信租金是在3500到3600之间 而且租客这边还是挺多的 好我们再下一层来到它的low level low level这边呢是有自己的一个powder room 这就解决了这个low level的 这个使用洗手间的使用的问题 刚刚大家说像这个洗手间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很可能就要跑到地下室去上厕所 或者是跑到那个upper level上面去上厕所 但是现在有这个地方就可以解决了 然后在它的这个low level的洗手间 这旁边的是一个它的office 你当然你要作为这个卧室使用 也是可以的如果家庭人口比较多 因为错程错开了 所以它的面积会多一些 这个是它的一个family room family room有自己的一个壁炉啊 两个大窗户对着后院的 然后这边是它的通向它的后院 它的后院的户型还是挺方正的 而且这个low的刚好是一个往在高处 往下的一个坡度 后面的房子的会低下去一些 户型挺方正虽然low的不够深 但是呢 其实110尺现在来说很多的大部分的房子 在奥克比尔这边特别是 这种新房只剩下80尺85尺左右的这个深度 像这种110尺还是相当不错的 好我们下basement去看一看 这个房子呢 如果你买下来 你想分开两户出租也是可以的 当然你把上面的分门把它做好 可能后门的话你要从这个推拉门进入 然后把这一个low level和整个basement呢 输给另外一家人 这也是完全可行的一个方案 好我们下到basement以后 这边是一个一个客厅使用 然后卧室在这个位置 双开门进来 可以这个摆放一个queen size床都应该是足够的 我们在客厅的另外一边呢 是他的这个厨房 虽然size可能小一点呢 但是你比如说租这个这个空间的人使用也是完全足够了 这边是他的一个洗衣房和设备房都在这边了 他的wash and dryer 然后furnace啊 对如果大家是要考虑分租的话 上下层分租一定要考虑这个洗衣机 可能在这个上面的upper level和main level这边可能要加一个这个 啊这个洗衣房啊这边是另外的啊他的楼下的这个basement的这个洗手间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这个淋浴啊浴缸呢都有了啊所以说我们出租的时候呢像这种啊对于这种大家庭的这个租客来说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一眨眼又到了2021年的年底了和去年是情况是非常相似的 因为在十一二月份呢大家对这个市场有一定的观望的态度不确定明年的市场会怎么样 但是其实大家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说外来人口的涌入 今年的视频我跟大家提及过很多次这个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来自其他省份alberta bc 省啊魁北克省这些买家 再加上香港地区和中国地区的移民回流 这个鼓励量如果在2021年的开春全部涌加到这个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上是相当可怕的 而且现在库存无论是新房二手房楼花这个公寓啊或者是这个house都是非常少的 所以说明年在开春有一波涨幅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 像大家如果对这种Auqueville这个区域Eroquise Resort那种大地块的老房子有兴趣的话 欢迎跟我Saman联系 如果有合适的房源可以带大家看房 然后一定最好还是及时购入 因为等到明年三四月份拼斥到那真的价格就没有这么便宜的 好的非常感谢收看Saman今天的视频 那下次我们再给大家update更多的房源 好的下次见拜拜 拜拜